大家好,我们是焦大材料系 最近我们录制了一系列系上老师的杰出研究介绍 希望能帮助大家更了解本系 本段影片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林鸿周老师 林老师毕业于国际知名的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 他除了是本系的前系主任以外 也是焦大加速学成的主任 与国家级的实验室同步辐射中心紧密的结合 此外,林老师也获得焦大的优良教学奖 教学相当认真,也关心同学 现在我们请林鸿周老师替我们介绍他的杰出研究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研究室主要介绍的领域是 尖端有机及高分子软性材料 我是焦大材料系林鸿周教授 基本上有机光电材料在我们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焦大材料系这边 我们从事的主要是包含了液晶显示材料 高分子及有机发光二极体材料 PLED、OLED 半导体的部分呢,我们有同事有关有机磨墨电晶体 及半导体材料 还有这个SolarSale有机高分子的太阳能源材料 以及生物感测及化学感测Biosensor Camosensor材料 还有一些奈米结构的材料 做光电上面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应用 Liquid Crystal的部分我们都知道 在显示器上面广泛的被大家使用在 这个液晶的各种面板 包括液晶电视还有手机等等的这些领域跟方向 那这些研究基本上我们就需要开发一些Liquid Crystal的一些相关的衍生 来鉴定它的结构 比如说用国家同步负责中心的一些设备 先进设备来探讨它的一些结构组成 使用在这个面板材料里面 接着就是将这些有机及高分子材料做成有机半导体 然后跟碳60这个无机材料 那有机的部分负责这个传递电动 那无机的材料部分负责传递电子 然后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光电材料 吸收外界的这些太阳光 可见UV以及NIR等等的光源 来做电子电动分离之后呢 可以储存它的能量 接着呢这些有机高分子材料的好处就是 软性电子Organic Solar Cell 可以做成这个滚筒式的Row-to-Row的制程 然后造价就会很便宜 可以大量的生产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几年前 在加拿大皇后大学 他们首先发表的一个软性电子的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子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高分子薄墨 结合有机半导体 然后可以做成穿戴式的可绕区式的这些电子元件 那这个跟传统的Silicon Vapor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机材料跟软性基板结合 那这时候穿戴式的这些结构 可以比较跟人体的这个接触 或者是在绕区式的这个应用上面的话 它的这个优势存在 不同于这个传统的无机半导体 3D电影的开发 包括了这个阿凡达等等的这些 过去有名的重要的3D电影 或者是电视等等的开发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就是 需要使用到 譬如说偏光版材料来看这个3D影像 左眼右眼来自于左边跟右边不同的摄影机拍出来的影带 要戴这个眼镜之后才能够依照这个摄影机 左边跟右边不同的视角所拍到的影片 那就呈现这个所谓的3D影像效果 包括到这个Disneyland或者是环球影城 或者是科博馆等等的3D的眼镜 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些天光的原理 然后结合这个高分子薄膜做成的光学镜片 为了让这个液晶电视的视角可以更宽广 甚至可以结合一些液晶材料 或者是跟高分子的结合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影像的效果 譬如左边的这个是有经过这个补偿膜的运用 这个很便宜的塑胶材料 经过这样的一些特殊加工 以及先进材料的引进之后呢 大大的提高了它的附加价值 本来从一毛钱的光学塑胶片 可能就变成好几百块 另外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就是OLED 越先进了已经慢慢的转移到用OLED的这个材料 来作为iPhone的显示材料 包括ZanSong LG Philips 他们也都开发了OLED的电视 那虽然价格比较昂贵 但是材料的鲜明度各方面的效果 都比LCD要来得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平面显示材料 这个OLED的运用 我想各位应该可以看到 除了在手机电视运用之外呢 也可以做成那个靠区的电视的基板 也可以做成比较柔软式的这种显示 结合这个软性电子的这些OLED材料 譬如说荧光粉 可以发出红蓝绿的这些不同的光色 然后在这个元件里面去跟这个阴级传递电子 阳级传递电动 之后结合发光在这个发光层 那这个相关的衍生跟应用 在我们相关的发展里面 也都不断的推陈出新 开发一些新的材料 这些Solar Sale的材料 包括穿戴式 譬如说登山 或者是碰到地震断电的时候 都可以不断的充电 利用太阳能的方式 然后携带式的这些元件 也都需要电源的供给 那这时候如果有太阳能的提供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手机 待机时间过短 那还需要重新充电 另外在这个电子书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胆固醇液晶材料 利用布拉格加强性干涉 然后去呈现不同颜色的反射 包括红蓝绿 这个状态呢 我们在看电子书的好处就是说 它不需要通电的情况之下 也可以显示像这样的全彩化的影像 或者是黑白影像 那这个可以依照我们设计的需要 来加强布拉格干涉的这个红蓝绿 不同的产生的这个电子书的原理呢 包括了刚刚除了液晶材料之外呢 也可以开发这个电质变色型的这个显示器 譬如说这边利用氧化环源将这个数字呈现 那不同的那个氧化环源电位 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变化 譬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在氧化的状态它呈现红色 然后左边环源的状态它呈现蓝色 中间的话在中性的状态是呈现绿色 所以有不同的氧化环源或中性态 就可以得到红蓝绿的这三原色 可以用在电子书 右手边这个是双色的变色 左边的这个是三色的 然后也可以把它做成太阳眼镜光质变色 就是碰到强光的时候 那它的眼镜的颜色就会变暗 可以作为太阳眼镜 进到室内之后 因为光线变薄弱了之后 就变得比较透明 可以用在这个电子屏风 例如说用通电的方式 让这个屏幕变成不透光 或者是通电的状态之下的话 变成透明或不透明 这样的一个切换 变质变色或者是光质变色 另外也可以将这个材料做成感测 感测的运用 譬如说这个高分子的侧机 上面接上一些能够感应铜离子 或者是心离子 或者是拱离子 这边所呈现出来的 分别有这些不同的方式 可以肉眼直接观测 譬如说这边加了佛离子之后 就会从粉红色变成透明的 或者说看它的荧光 从菊光 然后加了佛离子之后 这个菊光就暗掉了 或者是这边碰到心离子 那就可以从蓝色的变成白光 那碰到拱离子 就会从透明的变成黄色的 所以有的是靠肉眼观测 直接去侦测它 就像石蕊式子变色的反应 那也可以利用荧光的这个方式 所以这边有不同的检测的 这些有机的结构 我们可以引进材料里面来 也可以做成高分子 然后做成化学及生物感测的 这些材料 这边举一个例子 譬如铜在这边可以利用感测子 加入之后 从这个不同的那个亮度里面去区别 譬如说从它的暗态变量态 等等的这些机制 来得到我们的检测的这个效果 刚刚讲的这一个阳离子或阴离子的检测 包括了这边的那个Proton 子子的检测 肉眼观测从粉红色变无色 那橘色变暗 这个就是利用我们分子开关来做感测 然后可以做一个直接的肉眼或荧光的光谱的观测 来看我们的这个检测效果 那这张是检测银离子的 碰到银离子的话 它会从蓝色的荧光 然后变成无色的暗态 也可以像这张本来是绿色的 然后碰到磷酸根 它就可以从绿色的变成无色 另外也可以利用这个酸碱来控制分子开关的这个结构 左右移动就好像一个套环 在不同的位置它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 另外一种机制就是利用液晶材料在加入不同的金属离子之后 可以呈现颜色的变化 以这张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左手边是它原来的状态 有四种不同的材料组合 那当它碰到铁离子的时候 很明显的跟其他的离子有比较明显的颜色差异 那有的效果好 有的效果会比较差 那这个经由我们材料的研究 就可以让它最佳化 让它得到一个最好的这个性质 基本上这个可以拿来做检测离子 那甚至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类似像 生物晶片的方式将检测体 然后滴在晶片上面 由它的电流效应或电压效应来看 可以获得辨识的程度 而因此有所不同 那甚至于可以拿来检测DNA的Sensor 做成软性基板的这个晶片 然后在做不同的检测之后 那它就能够呈现出 不同的那个电流或电压的这个变化 那也可以跟这个所谓的 生物可分解的软性电子结合 因为如果说是植入式晶片 在人体里面或皮肤上面 那我们就必须要用到一些比较 生物可相容或可分解的这些材质 来贴在我们的皮肤或者是人体的器官 里面做一些相关的血液 血糖 或者是一些蛋白质 DNA等等的这个检测 那可以作为一个生物晶片的应用 那这边是另外一个奈米材料 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酸碱来控制 它的形态有不同的形状 譬如左手边是孔洞的 右手边就变成是比较成状的昆布 那另外也可以用可硬达的奈米开关阀 在这个孔洞材料里面塞一些药物 它的封口呢 利用一个可硬达的一个奈米阀 那这个奈米阀在经过特殊的照光 或者是加入不同的酸碱或特定的化学组成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这个奈米阀打开 然后这边的图示上面可以显示 一打开之后照光或者是添加这个开关剂之后呢 它打开药物就可以被释放出来 另外高分子复合材料应用也相当广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奈米的时代 有很多的奈米结构被开发出来 但是无法沉膜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它跟高分子结合就可以沉膜 可是无机材跟高分子材不相容 所以一般需要经过无机材的奈米结构的表面改值 再加入到高分子里面去 就可以得到较好的均匀分布 那这个均匀的分布才有可能作为真正实际的应用 有机无机混成的奈米复合材料 也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领域研究重点 因为光是奈米粒子是无法运用的 需要做一个这个混参到高分子 然后才可以有机会做成一个SIMFILM薄墨 来作为真正的应用 包括进红外隔热的节能材料 譬如说我们将无机粉体 它可以作为吸NIR的光 然后放在高分子里面做成薄薄的coating 吸在这个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面 那这样汽车内的那个温度就可以下降 因为可见光还是可以穿透 有这张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NIR的光让它吸收 然后可见光的部分还是穿透 所以就变成可以形成所谓的隔热的节能材料 大大的节省我们大楼里面所使用的那个冷气 所以这个是绿能材料的另外一个例子 或者是说散热材料 我们知道电子元件越做越小 使用久了之后可能会因为高温而让元件略化 或者是就因此而损坏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散热的本体 然后添加到这个高分子薄膜里面之后去做成coating 那它既可以绝缘又可以散热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散热的高分子薄膜的运用 包括现在的这个AI自驾汽车的一些镜头 也都需要利用散热的功能 那这样子才能够维持自驾汽车的镜头 能够维持它的焦距 否则热杖冷缩可能就会因此而失焦 那就失去了这一个自动驾驶的这一个感测功能 所以淡热材料的运用在电子或者是在一些节能的部分 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 最后的部分我们待会就有demo一些实际的样品 来看一些有机半导体材料 或者是AIE的这个聚集诱导花光 用光可以来当做一个切换有机半导体 让它是绝缘或者是可以导电的这个功能 利用光来做一个开关切换的动作 例如说像我们OLED的材料 这边可以看到类似用光激发的方式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荧光颜色 那刚刚讲到的这些荧光材料 跟我们的代检测物混合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呈现不同的亮度或者是颜色的变化 那这个不管是在OLED有机发光二极体 或者是一些生物化学感测材料 都有它具有应用的这些价值存在 我们接着要展示的是一个透明的材料 它可以做光的切换 譬如说本来是一个绝缘的材料 那利用光开关的方式照光变成半导体材料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透明的颜色 已经渐渐转变成蓝色 这个就是利用一个UV光开关的机制 让它的材料产生了开环 然后呈现一个半导体不透明的这个形态 我们知道一般的半导体材料 基本上可以吸收部分的可见光 然后呈现颜色 那这边就是相似的效果 这样的光的照射已经慢慢由透明转变成为蓝色 那如果我们将可见光再重新照射在上面的话 可以让这个蓝色的材料变成透明的 这个蓝色的材料我们可以让它照可见光之后 慢慢地恢复原来透明的颜色 让它恢复到透明的颜色所需要的时间 这边基本上是因为它产生的光化学的反应 用UV光让它转变为蓝色的半导体会比较快 然后用可见光让它恢复原来的绝缘体所需要的时间 因为不同的能量波长所以时间会较长一些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蓝色的这一瓶液体 这些材料已经渐渐转变为透明的情况 好那这个是一个聚集发光效应的荧光体 加到我们这个水里面之后 因为聚集效应马上能够呈现荧光的效果 好了 那我们实验室相关的研究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 谢谢